即时新闻综合报导,日本东京竹的市场斑天按延宕多时,周三、二十日终于给出最终日期,确定明年十月落脚风周比原定计划晚了约两年。 综合日媒报导,东京都政府与竹的市场业者团体今日召开新市场建设协议会议符合确保迁移作业时程等条件,对最终日期达成共识,确定中央区的竹笔市场搬迁到江东区的丰州市场后,新市场开幕日期为2018年10月11日。 江东区区长山崎孝明过去因新市场的商业设施开幕情况不明朗等理由一直反对迁移,但他周三表示不得不同意考量道竹的旧址,要用来建设2020东京奥运的停车场,如果工程延误可能出现大问题。 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子表示,他能建立起丰州品牌,对于外界批评班签案延迟多时,他指出这可避免开幕后产生问题造成混乱。 有80年历史的竹笔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鱼货市场,因部分设施老旧原本预定去年11月牵制江东区新建的丰州市场,但新市土壤长期遭到重金属污染,被验出地下水有害物质潮标,小池上任后决定震唤搬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